教权与皇权之争 此时此刻的亨利四世似乎正处于权力的最高峰 但是没用多久 他便遭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屈辱之一 1076年元旦 他收到了希尔德·布兰德的一封信 希尔德·布兰德是1073年被选为教皇的 他改称为哥雷哥里七世 他在信中警告说 如果亨利还不忏悔 而是继续与那些被隔除了教级的庭臣共事 那么他就将被逐出教会 教皇在这封信中 还对亨利没有经过和他协商 就在米兰·菲尔默·斯波莱托 授予主教职位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训诫 教皇声称 鉴于他是圣彼得的嫡系传人 国王必须服从他的教令 他在信中写道 亨利最近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 完全是来自上帝的眷顾 亨利四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 他把教皇的信件视作公开宣战 决定起而应战 1076年1月24日 他召集德意志主教们在沃尔姆斯召开会议 共有26位主教在沃尔姆斯回决 决议上签了名 该决议告知他们的希尔德·布兰德兄弟 他们已不再接受他的权威 并就他犯下的一切恶行与谴责 包括他与一位已婚女子通奸的事 作为罗马的统治者 亨利四世命令希尔德·布兰德下台 国王的父亲被大量抄写后 张贴在帝国的大揭晓上 由此掀起了一场反对教皇的 绅士浩大的宣传攻势 决议在结尾里写道 你啊我们所有的主教 以及我们大家都宣判你有罪 滚下来 离开你不配占有的使徒作为 应该让另外一个 无需借助神圣教规的外意 来掩盖罪行而已 真正圣彼得的教育 教导人的人 来登圣彼得的宝座 郑亨利蒙上帝恩宠的国王 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都对你说 滚下来 滚下来 格雷格里七世拒绝接受这样的羞辱 他在收到沃尔姆斯回绝决议后 解除了德意志教区首领 美英兹大祖教西格弗里德的职务 暂停所有在决议上签名祖教的权利 并把清德意志的所有伦巴蒂主教和一大批法国祖教隔出了教集 这些主教出于各种原因 分别遭致了教皇的不快 似乎这一切还不够解气 他又博夺了亨利四世对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治权 解除了所有基督徒对国王的效忠义务 并开除了亨利的教集 教会正经历一场带有根本性的改革 为了与世俗政权争夺最高的地位 他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时候的各类戈利七世似乎有着永不枯竭的经历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建立教皇绝对的 无可争议的权利的斗争中 他不仅要控制罗马教会 还要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之上 毫无疑问 亨利四世正是这些世俗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 如果能够战胜这位皇帝 教权必将迎来决定性的胜利 鉴于奥托王朝和沙利安王朝对教会的支配权已 已经上师殆尽 鉴于教廷已经挣脱了帝国的羁绊 而意大利的各个城市要求自治 自主任命主教 更令这场教权与皇权之争复杂化了 在所有城市中 米兰的斗争最为激烈 在米兰 无论是大主教还是控制这座城市的低级贵族 就是骑士都效忠于皇帝 教皇利用宗教狂热主义先动起民众运动 以回应米兰人的反叛 最终宗教狂热分子遭到了恐怖的屠杀 拥戴教皇的派别遭到了重创 令这场皇帝、教皇与米兰人之间的争斗 达到了高潮 在德意志的主教中 很少有哪几位准备支持皇帝对抗教皇 利用教皇免除了其效忠国王义务的天赐良机 南德意志和萨克森的贵族们发动了叛乱 两地的贵族结成同盟 决心摆脱帝国的束缚 选举一位新的国王 看到反叛者似乎成功在望 墙头炒风格的诺歇姆公爵奥托 再次改变了立场 站在了萨克森叛乱者的一边 此后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主教 加入到了教皇的阵营 但亨利的王冠却得以保留了下来 就其原因 既有诺歇姆公爵奥托与叛乱集团另一位投面人物 莱因菲尔的公爵 鲁道夫之间的争夺 也有格列哥里七世的考虑在内 教皇想要的结果是亨利顺从于自己 而不是更换一个可能更难驾驭的新国王 德意志的封建领主反对派 这时候邀请教皇出席他们在奥格斯堡的集会 他们对他们与国王的纷争做出裁决 格列哥里七世接受了邀请 准备踏上漫长而又危险的北上之路 亨利四世迫切需要得到教皇 对他整顿德意志刚纪的谅解 随决定先发之人 阻止格列哥里七世此行 他穿过伯根地南下 在巴商科度过圣诞节之后 继续前往热纳亚和蒙特西尼斯 天气非常恶劣 路途极其危险 但他一天也不敢停顿 教皇计划在2月2日 与德意志租分建领主们会面 教皇得知他已越过阿尔比斯山脉的消息后 为审慎和保险起见 决定前往在他看来牢不可破的 托斯卡纳边疆的伯爵夫人 马蒂尔达位于卡诺莎的城堡 来到卡诺莎城堡之后 亨利四世双脚赤裸 在风雪中等候了三天 教皇才允许他进入城堡 在圣母陶相见 得知皇帝与教皇在卡诺莎相见的消息后 德意志的分建领主们 于1077年3月13日召开会议 推举施瓦本公爵鲁道夫为新国王 不过鲁道夫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王位将不再世袭 而是由主教们依教规选举 亨利四世随调集军队讨伐 鲁道夫被迫逃到了萨克森 不过虽然亨利主导了德意志中部 但是鲁道夫仍然掌控着萨克森 两位国王之间展开了血腥战争之际 教皇选择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 直到1080年1月 亨利四世终于在图林根的 穆尔豪森附近的弗莱切海姆之战中 打败了鲁道夫 获胜之战 他立即要求教皇 剥夺竞争对手的教级 并威胁说 如果格列哥里七世拒绝 他将另立一位教皇 后者接受了这一挑战 再次把亨利逐出了教会 并宣布 鲁道夫为德意志国王 他完全无视德意志的政治现实 声称自己对一切世俗统治者 拥有裁判权 稍后 格列哥里七世甚至预言 如果亨利不在8月1日之前 来到自己面前祈求饶恕的话 那么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这一次 格列哥里七世太拖大了 把亨利逐出教会一举的政治色彩 太明显了 没有什么人会认真看待 亨利在布里克森 召集宗教会议 谴责于鲁的希尔德布兰德 是一个亵渎上帝者 谋杀犯 巫师 并为他开列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名 宣布予以罢免 另外立了拉瓦纳大主教 维伯特为教皇 维伯特是一位正派而受人尊敬的改革者 改称克莱门特三世 现在既有了两位国王 又出现了两个教皇 所以 无论是教廷还是国家 都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局面 1080年10月 亨利的军队在怀特埃尔斯特被打败 但是鲁道夫被砍去了右臂 第二天便死了 叛军随群龙无首 不仅如此 由于鲁道夫曾经宣誓 效忠于亨利四世 其部下还把他损失右臂 看成是来自上天的惩罚 与此同时 亨利四世继续向罗马进军 以报卡诺萨的受辱之仇 1081年5月 大军禁抵罗马 但是罗马市民仍然忠于格列高利七世 一度让亨利觉得只能收兵 但他对叛军新的领袖 来自卢申堡公爵 撒尔姆家族的赫尔曼 已在圣诞节加冕称王的消息 无动于衷 仍发动了对罗马这座永生之城的围攻 围攻占未能奏效 直到第二年村 他才重新发动攻势 并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胜利 但是教皇仍然躲在一处严密防守的城堡之内 格列高利七世要求亨利再次效仿 卡诺莎敬见的先例求得饶恕 但此番形势已面目全非 他最有力的盟友 马蒂尔达边江伯爵夫人 此番已无力给予他多少帮助 而赫尔曼·坟·沙尔姆 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教皇一派最有才华的军事指挥官 诺歇姆公爵奥托 则于1083年1月死去 格列高利七世原来希望得到诺曼·罗伯特·瑞斯卡尔德的支持 可是后者为了实现争夺 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这一野心过大的目标 正在全力交战 根本腾不出手来 在失去了这个唯一拥有强大实力的盟友支援的情况下 教皇的防线开始崩溃了 他的一味对抗的做法 除了灾难之外 什么也没有带给罗马人 厌倦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罗马人 谁打开了城门 1084年的卓族节 亨利四世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罗马 并在复活节那一天 由敌对教皇克莱门特三世 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加冕为皇帝的仪式 这个卓族节也叫做圣星期四 是指复活节前的星期四 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受难前夕最后晚餐上 为十二使徒洗脚 即给他们持守户外的诫命而创立的圣餐礼 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 一般是指每年过了春风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但是留给亨利庆祝胜利的时间并不多 格雷格里七世还在罗马 罗曼·罗伯特·贵斯卡尔德带着真诚 离开了拜占庭 萨拉信人 萨拉信人就是阿拉伯人 也在西西里加入了他的队伍 一同向罗马进发 为了保险起见 亨利撤出了罗马 听凭这座城市 接受诺曼人及其穆斯林盟友的发落 随后 城内掀起了强奸和劫掠的高潮 而后又复之一句 成千上万的罗马人被卢为奴隶 自从野蛮人入侵之后 这是罗马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灾难 遭来掠夺成性的诺曼游牧部落 令格雷格里七世在道义上彻底破产 他逃离了罗马 在萨勒诺建立起了自己的宫廷 在相隔一段安全的距离之后 他再次开除了亨利四世 这个刻骨痛恨对手的教级 并号召所有的基督徒 共同消灭这个敌人 不久之后他便去世了 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席 他也没有饶恕亨利四世 不由得令为他送别的教士 颇感失落 从这位教皇的口中 吐出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热爱正义仇视罪恶 所以我死于流亡之路 亨利四世终于摆脱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但他终身都未能从被开除教级 及遭受卡纳萨之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离开罗马之后 他在德意志重生了自己的教级 解除了一大批曾追随 格列哥里七世主教的教职 并追击诺曼·罗伯特·瑞斯卡尔德 令后者逃亡到了丹麦 在南德意志 拥护教皇的反对派的领袖 威尔夫家族 1089年 巴伐利亚公爵威尔夫四世之子 年仅17岁的小威尔夫 与十年43岁的 托斯卡纳边疆伯爵夫人 马蒂尔达结了婚 这桩纯属政治联姻的婚事 缔造了一个包括南德意志 洛林和托斯卡纳等广大地区的势力强大的反皇权同盟 1090年 亨利再次来到意大利 以扫除这个新出现同盟对自己构成的威胁 他夺取了马蒂尔达的大量城堡 迫使他策制更加坚固的卡纳萨城堡 而后 马蒂尔达劝说亨利之子康拉德背叛父亲 而恰在这时 米兰大主教也改变了立场 因此 既由这位大主教为康拉德 举行了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仪式 教皇乌尔班承诺 如果事实证明康拉德忠于教廷 自己将为他戴上皇冠 康拉德谁向教皇效忠 为了进一步把康拉德拴在自己的阵营 教皇还为他安装了一桩婚姻 新娘是西西里的公爵 罗格一世的女儿 至此 意大利的米兰 克雷默纳 皮琴茶和洛迪等城市 结成了第一次同盟 加入到反对帝国的阵营 这时候的亨利四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而且因为对手控制了阿尔比斯山的通道 他也无法侧望一带德意志 或不单行 他的皇后 普拉西蒂斯 又让他遭受了一次沉重的耻辱 普拉西蒂斯是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都林的贝尔达 普拉西蒂斯是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寡妇 原先在道德上就充满了疑点 这时候 受马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的引诱 来到了皮琴茶召开的宗教改革会场 声称自己的丈夫在性爱方面存在严重的性道错倾向 这时 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注意力转向了法国教会改革 并号召发动一次十字军东征 这是罗马天主教会及西欧封建主大桑人 在反对异教维护基督教旗帜掩护下 对地中海东岸的诸国 主要是对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军事远征 东征战争从1096年至1270年延续了将近200年之久 前后进行了八次 因为出征者均在衣服上缝有红十字座标志 所以顾名十字军东征 教皇乌尔班二世想挽回东方的基督教徒免遭伊斯兰势力推进的荼毒 亨利四世由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同时 年轻的威尔夫与玛蒂尔达边疆伯爵夫人的联姻也不成功 二者的同盟破裂后 小威尔夫的父亲巴伐利亚公爵威尔夫四世 以准备与皇帝和解 1097年 在被困在意大利七年之后 亨利终于回到了德意志 四年 亨利在美英兹召开的帝国大会上 废除了不孝之子康拉德的继位资格 两年之后 康拉德在弗洛伦萨死去 1099年 他的弟弟亨利被推选为国王 而在教廷那一方 接替乌尔班二世出任教皇的帕斯卡尔二世 决心继承前任的一波 为增强教权而斗争 所以再次宣布开除皇帝的教级 亨利曾试图与这位新教皇和解 保证说 如果能恢复教级 他将参加十字军东征 但是 帕斯卡尔二世 没有给予理会 亨利四世 支持低级歧视和城市自由民 帮助他们增进经济利益 通过不遗余力的制止社会动乱 他赢得了所有渴望和平和秩序 厌倦了贵族阶层 内部永无休止纷争的人的支持 他惩处了那些 在1096年的大屠杀中犯下罪行的人 从而为犹太人赴了仇 他保护那些被强制皈依基督教的人 并希望能让这些人回归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 然而这样的政策必然遭来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们的诅咒 这些人还劝诫 新晋被立为国王的小亨利 如果他的父亲继续推行这种愚蠢的政策 他的皇位继承权将面临威胁 教皇解除了小亨利对其父亲立下的效忠誓言的约束力 为了解决这场争论 帝国1105年再次在美英资召开大会 然而小亨利一点也不想冒失去继承权的风险 因此囚禁了自己的父亲 抢走了皇帝玉玺 并于1106年1月 由美英资大主教加冕为皇帝 一生多遭劫难的亨利四世 并不甘心束手待毙 他逃出了地牢 准备为夺回皇位而战斗 他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洛林地区的分建主们举荐发誓要为他而战 但在这场血腥内在展开之前 亨利四世在1106年8月7日去世 离开人世之前 他饶恕了自己的所有敌人 包括他那背叛了自己的儿子 作为一位深得明心的国王 他的离世令人们普遍感到痛苦 虽然他深浅被隔除了教计 那些贫寒的教士们仍然为他的灵魂祈祷 而停放其灵救的烈日教堂 也被普通士兵和武装平民们层层维护起来 人们相信 他的目的将成为一片善发神奇力量的地方 尽管国王们未能使人民对和平 繁荣和公正的渴望化为现实 但是人们仍然对他们顶礼膜拜 普通人仍然把希望和理想 主要寄托在他们身上